有近于近期交通事故频传 原因在于机慢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 陷阱局交通队再次提出呼吁 骑士若要左转请依照路口号制以及标线指示 先至待船区等候物直接绿灯左转 大家一起努力防范交通事故发生 根据南投陷阱局交通队资料显示 违反机慢车两段左转标线标志行驶规定 以要居南投县交通事故发生率的第一名 光是今年开出的罚单就高达6000件 其中49件死亡车祸中 有25件是机车骑士 唯一规定到待转区等候左转 才会发生意外而上命 占死亡车祸总件数的51% 比例之高令人扎舌 不容大众轻忽 为了防范交通事故发生 交通队组长李安景 特别率队在南投市复兴路 中兴路等市区要道进行宣导 日后也会深入各社区活动中心 等等场所宣导 期望建立民众正确的交通观念 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我们是南高官警察局交通队 你就是直行到这个机车带转区 看到对象的时候 如果是签订的时候 这又是直行 只有两段式的左转 这是正确的示范 较不对的就是 你直接在一间的地方 没有到对面的机车带转区停起来 直接就倒垃 这是不对的 这不对的是要发新台幼 600块的发款 所以南部官的乡亲 大家注意 一定要照整个地方来 两段式的左转 这样大家比较安全 更加平安 南投县警局交通队指出 南投县总共有120个路口 设置有机慢车两段左转标志 集中在南投 草屯 婆里 以及竹山等四大乡镇市 希望民众能够遵循 机慢车两段左转标线标志行驶 必要心存侥幸 轻则开单受罚 重则将会危及生命安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